这个程序很小,怎么起动还这么慢 我们设计这儿有一点问题啊,我改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复是谁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Hirarchy 我们看一下它的复的话 这个好像就没法弄了 因为它的复是一个frame layout,你看它更改了 frame layout就要求下面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它这一张 所以它的这个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复 是根据它的复来进行它的,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 因为它的复是一个frame layout 所以大家看,某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去设置,也是可以去设置它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更改它的这个layout,但是我们是可以更改它本身的大小的 我们来试一下更改它本身的一个大小 比方说200 我们不能更改,我们不能更改它的布局 我们尝试去更改它本身的一个大小 这样子 因为它的它的复空间是我们的那个frame layout 这个空间我们后面会讲到 它第一次就把它里头的元素当成一张给它铺满 所以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种情况下,反正我们知道它也是可以setcontentview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以后就知道怎么去弄它 嗯?没生效啊 那这个可能跟frame layout有关 跟frame layout这块有关 ok,这个下来再研究一下吧 嗯,下来再研究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button更改一下 更改一下它的这个宽和高 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这样去用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 可能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 一些内容是 现在我不用这个button了 我要自己去画一个元素 我要自己去画一个元素 那么画一个元素的话 我们就按照我们刚刚的原则 三个步骤 其实两个步骤就行了 我们刚刚虽然用了三个步骤 customview 我们让它继承我们的一个view androidview这个类 这个view要求必须要实现一个构造函数 我们就点一个最简单的构造函数 先 然后我们 来重载它的on draw 我们知道on draw 就是它的实际的呈现的这个过程 在on draw的时候就会传入一个canvers对象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开始用canvers来画画了 怎么画呢 canvers它是一个画布 那么我们画画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内容啊 是不是第一我们需要有一张画布 除了画布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张画笔啊 他们的定义不一样 画布是让你决定你在上头画 就是最终呈现的是一个椭圆呢 还是方块呢 还是菱形呢 这个就是画布 什么是画笔呢 画笔就是你用毛笔呢 用铅笔用钢笔 你的硬度 你的粗细 你的颜色是什么 这个叫画笔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来就很容易去理解它 ok 那我先定一个画笔 画笔叫tent对象 the new paint 第一个paint对象 我给它设计一个画笔的颜色 然后color这里头有几个长辆 我们可以直接用 比方说红色 red 当然在这里面画笔还可以设置很多内容 包括什么透明度啊 什么 这些 argb alpha 这种 都是可以去设定的 所以有很多的内容 包括蒙层 蒙板 这些 这个就很有 对啊 就像我们以前用photoshop的一些高 高级概念 ok 然后呢 我们 就开始要用camers对象 来画了 那么既然画 camer 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画一般就是用座嘛 对不对 我们就看一下跟座有关的有哪些 我们就看到有线条 有argb 有画图片 画图片 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就把一张线用图片给它呈现出来 这个就很简单啊 还有画圆 画线 线 刚刚那个最上的那个线是画的那种弧线啊 画椭圆 画路径 画picture 刚刚是位图 这个picture是其他各样的图形 填充的 画点 画矩形 rectangle 这些单词大家都要知道 画圆角矩形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好 那我们待会 我们就要画个圆角矩形 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或者我们其实 先画一个最简单的矩形吧 先画一个最简单的矩形 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最简单的矩形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 左边的位置 上面的位置 右边的位置和下面的位置再加一个画笔 好 我们就来给它设定一下 左边的位置比方说10 10像素 上面的位置是10 右边的是 比方说 90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宽度是多少 是不是就90-10 就80 对吧 同理 就是pint 就把我们直接的画笔传上来就行 这就是它的ture的一个简单定义 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仕途啊 嗯 我们说了我们的所有空间都是寄存于是图的 那我们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空间呢 对不对 也算是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空间 也算是一个最最简单的空间 然后我们下面要干嘛呢 就要把它呈现在我们的activity 呈现在我们的activity上面 现在我们就要先把这些注释掉 然后这个地方直接new一个我们的customview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空间 如果你想把它做成一个按钮 你第一你可以把它做成圆角 对不对 第二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上头再画点字啊 我们看我们再用carence carence还有一个做呢 做text 做text 画什么内容呢 hello you 给它画个10 嗯 左边是10 上边也是 左边20吧 不要挨到边界了 还是用 这个print就要改了 你如果还用红色画 是不是就看不到这儿了 嗯 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给它换一个颜色 salecolor black 把它画到我们的红色区域里面去 看到没有 当然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应该通过计算把它放在正中间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 那么这个空间 我们总觉得还缺少了点什么 好像还缺点事件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view里头有没有现成的事件可以用的呢 但我们现在先是 先体验一下 后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说这些事件的东西 告诉大家我们的事件分为哪几种 如果我们都知道事件是跟un有关的 对不对 看一下啊 有没有我们的最喜欢用的unclick呢 找一下 它什么 不得调整个 对 чтоб可以 没有 正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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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unclick呢 大家猜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view 实际上我们的view 包括从textview而言 都是有我们看 都是应该有unclick的 既然没有unclick 我们看看有没有替代的 当然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们的view有没有unclick 我记得又是有unclick 我记得又是有unclick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实现 这是一个接口 我们的这个事件 可以这样子来实现 大家看一下 实现方式有点不一样 这个后面我也会 这其实是我们 自定义事件的时候 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 重载 我们说了 可以重载在它的 在它的view里面的 具体的函数 另一种是什么 可以设置监听 对不对 我们来设置一下 监听数下 那这我们就要改一下了 嗯 Past on view Past on view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unclick sit 看没有 所以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接口 这种选择 在公司 past on view 就是 past on view 后面我会给大家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view里面怎么样去弄 那我们就要分析好 分析好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按钮 点一下 再点一下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实现了我们的空间的这样的一套这样的一套机制 但是大家注意 这点我要说一下 请问我现在这个customview在这个窗体上是多大的 结合我们刚刚说到的frame layout 对是铺满的 怎么验证呢 我在旁边点一下 我点一下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证明它实际上是铺满的 跟我们buffer是一样 这个取决于它的负负的那个layout 所以 所以我们的画布是这么大 我们只是画了这一点点而已 这个空间就有点恼火了 对不对 我们后面真正的研究清楚了 我们说我们要搞清楚怎么样来指让它指示这一部分 那那个时候你就不要用frame buffer做它的负容器了 当然也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大小 我们在后面高级的内容会去讲解一下 这个是不是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自定性空间 但是我通过这种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空间是怎么来生成的 我们那些标准空间是怎么来生成的 这种方式 当然真正的那个lay实现起来要复杂得多 还有很多跟样式的这些关系 对不对 它的各种各样的属性 但至少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就通过我们canvas draw 通过我们canvas 把它给画出来的 把它给画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们要牢牢的给它把握住 它的呈现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动态 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我们XML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view 要扩展于我们view的这样一个类 并且去重载它的这个undra这个方法 通过canvas把它给画出来 就可以画出来了 那么它的事件 我们后面也会去讲解的到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想象一下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显示 它是需要下层的一个支持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层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们一个框架图 在最下面啊 有一个有一个surface 有一个surface 那么实际上它 它也是一个类裤 实际上也是一个平滑过渡的 这样一个类裤的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在这里头 我们称为叫有一个 叫什么呢 surface flinger flinger 这个是我们界面显示的一个基础 而它下面还需要我们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这个驱动的支持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驱动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驱动 这就有点像类似于我们 你看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 是不是也需要我们的goi的这样一些类裤的支持 一样的道理 Lending上面也有很多 对不对 包括qt 是不是 这些内容 那么在这些内容之上 这些都是在内核里面去实现 那么在这个内容之上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叫我们的图形界面 2D图形界面的显示引擎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图形显示库 叫skill 这个是以前是一家公司 后来被收购了 现在也就也都开 就是它的圆码也都提供出来了 在google的google code上 大家去搜一下 叫skill 它是真正的负责我们当前界面的一些呈现 当前界面的一些呈现 那么基于它的这个呈现上面的 我们又进行了封装 就是我们开发的对象 和我们的view啊 这些内容来进行封装我们的framework 那么这是2D这条线 3D我们就直接 就不是靠它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呈现 3D我们就用的openGL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呈现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在android上 能看到那些界面 多亏了它和它 特别是我们看到标准普通界面 多亏了skill 所以这样子来看 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到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开源的库了 这个库被google给收购了 这个公司被google给收购了 那 他们就专攻图形算法 就怎么样让你的界面 呈现的没有锯齿 怎么样呈现的快速平滑 就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大家看啊 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是 media player用的open call 实际上android是不是也是一个拼凑地 用了很多的 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要用到音乐了 我去找个库 我要用到视频了 我去找个库 我要用到图像了 我去找个库 我要用到 sayian的那个 类伏支持 我去找一个 或者我单 他每次找来 他都要改 所以大家 这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下面是我们这块 他的一个详细的机制 我在这里不打算说的太复杂 但容易搞混 你就先记住几个概念 一个叫frame buffer 这个是我们图像显示的驱动 支付设备驱动 frame buffer之上 我们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了scale 这样的一个图像引擎 注意他只负责我们2D图形的呈现 3D会用到我们OpenGL的ES 所以大家想现在就知道了 原来我们是一个view 他最终能够呈现出来 还靠了下面的支持 还靠了下面的支持 那现在的话 就大家自己也来演练一下 包括远程的学员 也在这个时候 也都停下视频 来演练一下